十一 我们虽然知道爱仇敌的吩咐是真实的诫命 但真正做起来很难 当我们内心遇到一边 圣经教一边血气的时候 如何顺服真理去 不顺服 这个很简单 我说的很简单 就是说不是用你努力挣扎去 其实我们把精力放在爱神上 如果我们真的爱神 我们愿意顺楚 但是遇到的时候 有时候血气上来 看见他 听见他的名字 就心痛 没有办法入睡 这样的情况会有 但是你仍然 主啊不要招我 类似你要招你 愿意意志上 悟性当中已经知道神的旨意了 但是要驯服我的心 我愿意降服 主啊我做不到 但是我方向知道了 你的要求是这样 我愿意 我爱你 我知道应该 但是我想起他 我就心痛 看见他就烦 听见他声音就浑身就不舒服 谁要提他好 我就受不了 是要跟得起 主啊给我饶恕的力量 你如何饶恕我们 让我也能够饶恕你 一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败坏 根本没有办法饶恕 你不施恩给我 就没法学习自己的败坏 软弱无能 更多的求神 怜悯和恩典 这样挣扎的时候 有一天上帝一定会 识恩给我们 让我们能过了那个节 甚至不一定一瞬间 有的时候可能过一年 两年 最后完全扶贫我们 以至于能够拥抱 抽敌 真心的去接纳他 这个需要神的恩典 在这个过程 上帝可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 败坏无能 更好的谦卑寻求他 不再夸口 原来我的义都是基督的义 我的义都是神的义 为什么 离开神 我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以后成功的时候 也不会得得瑟瑟 沾沾自行 看我多了不起 那样的人基本上 不知道自己是谁 半斤半两 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 把上帝恩典 在我们身上作用的结果 归给自己了 所以我们需要经历一些 惨烈的失败软弱 甚至饶恕不了别人 爱不了别人 甚至没有办法 舒服地看待对方 这个很痛苦的 明明知道对 但是做不到 那个时候就充分地去 审视自己 到底我的动机 我的那个德行 然后谦卑在神的面前 祈求神的恩典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